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家庭主日 那其实每个月安排一次家庭主日 是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用真理的法则来建立 来经营一个更幸福更合神心意的家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产物 对吗 家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早接触的第一个社群 也是你我孕育生命 磨受我们的人格 学习爱跟被爱 学习失与受 学习是非对错 建立价值观跟人生观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有一段时间在街头上 偶尔你还会看到 错生而过的汽车 在后面有一张贴纸 听说这是一个直销公司 很喜欢给员工贴的贴纸 上面写着说 再大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 或许你还有一点印象 但是这句话也被很多的人引用 再大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 家庭的经营 它的重要性跟影响的深远 其实远远超过你跟我的想象 一个家 如果经营得当 家可以变成什么 家可以变成爱之窝 家可以变成一个做爸爸的王国 是做妈妈的天与地 也是儿女快乐成长的一个乐园 可是如果经营不善呢 如果一个家经营不善 那个家会变成家所的家 会变成父亲的家所 也可能变成母亲的刑场 天天受折磨 也有可能变成儿女的炼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从小就常常听到中国人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怎么比都不对 但是决定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家 决定让这个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每一个做父母的人 无可推诿的责任 一旦做了父母 我们都必须决定 我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家 我要经营什么样的家 我要留给我所爱的一个什么样的家 但是我们也无可讳言的 我们其实每个人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被磨碎 原生家庭跟我们有很深的牵连 我们是原生家庭的产物 虽然说起来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 但是留给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印象跟影响 我很喜欢用印象跟影响 印象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面 影响会留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变成你的言行 举止 你活出来的样式 家会留给我们不同的印象 也留给我们不同的影响 对某些人来说 家是一个早晚充斥着暴力之气 而且不断地又发生冲突的战场 在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消极的忍受 家让我们变成一个忍受 而不是享受的地方 情何以堪呢 所以很多家里的成员 一旦有机会可以远走高飞 他就飞出去了 头也不回 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 家却是充满了恩慈 拥有许多的欢笑 而且满了接纳跟安慰的地方 是一个战士在外面征战 回来以后可以安歇的避难所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都走过成熟的道路 不容易对吗 有很多的成人在回首 成长的来时路的时候 想到家 有时候会不慎唏嘘 有的人就散然泪下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无论漂泊到天涯海角 家永远是他怎么样 最让他魂牵梦系 让他牵肠挂肚的地方 那个并不是因为他长不大 而是因为家 充满了他最美好的回忆 有他生命当中 最美好的关系跟牵连 古时候的人常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就会打洞 对吗 从好的方面来讲 虎腹无犬子 但是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我们常说上凉不正就怎么样 下凉歪 在近代有社会学家跟心理学家 他们去研究以后 发现一件事就是 人真的是不折不扣 是模式的动物 我们常常不自觉的 我们会copy上一代的生活模式 跟生命状态 我们很自然的就模仿了 虽然我们也常常听说 对吗 我们也常常看到 有人真的是可以出污泥而不染 这样的例子 真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过来人大概都知道 想要这样子逆流而上 通常背后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艰辛的过程 虽然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 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 无论或深或浅 我们真的都不自觉地 受到我们自己 原生家庭的影响 曾经有人去研究去追踪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敬虔敬畏神的英国人 他的名字叫约拿丹爱德华 他出生的背景 是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当中长大 他的母亲也是牧师的孩子 他们夫妻定义要交养敬虔的后裔 直到近代 这整个研究所追踪到的子孙 这个家庭的子孙 最终到的有四百位 这四百位子孙当中 令人惊讶的就是 他们一共培育出什么 十四位大学校长 有一百位大学教授 而且呢 还有一百位的传道人 宣教士 神学教授 另外还有一百多位的律师 法官 还有六十位的医生 好几位的作家 杂志的编辑 工商界的领袖 哇 很可观 对吗 但是相对的 有人又取样 针对在新英格兰 一个监狱里头 有六百个青少年的囚犯 做一次身家背景的调查 他们也很惊讶地发现 这六百个年轻人当中呢 每十个青少年犯 大概就有六个人的爸爸是酗酒的 每四个青少年犯当中 就有三个从小缺乏管教 总是我行我素 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缺席的爸爸 另外十个当中就有七个 他的家庭是失去温暖的 缺少良好的家庭互动的时间 而这六百个被研究的孩子当中 没有一个他们的家 曾经有过家庭礼拜 也没有一个孩子 曾经上过教会的主日学 当然我们绝对不应该 只把两个极端的例子 用来涵盖一切的家庭 毕竟大多数的家庭 大概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可是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真的真的很深的 被我们所出生所成长的家庭 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咒诅 在影响我们 然而当一个人进入这个信仰 在基督里得着的真自由 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重新 重整我们生命经历的机会 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 他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角度 去看自己的人生 他可以用信仰重新去检视 然后重新诠释我们走过的路 重新诠释我们过去的生命 所以虽然我们都不可能回到 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 但是重新所带来的改变就是 纵使你不能改变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过去 对我们的影响 这句话我真的很想跟各位 再重生一次 我们或许没办法改变过去 但是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改变过去 对我们生命造成的影响 在旧约圣经创世纪 从第十二章开始 记载了一个家庭的故事 上帝特别拣选了一个家庭 做人类社会的sample 那个就是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历史 亚伯拉罕的家族 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这个家族 三代之间所发生的事 充满了各种典型的家庭问题 而这些家庭问题 就如同工厂的模具 所磨碎的一样 在三代之间反复的出现 比方说在创世纪第六章 亚伯拉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他两度谎称 撒莱是他自己的妹妹 而不是他的妻子 你知道这种取巧谎骗的模式 就遗传了到他的儿子 以色的人生当中 创世纪第26章 也记载了以色一家人 前往基拉尔去躲避饥荒 他非常担心菲利士王亚比米勒 看见自己的妻子那么美貌 看到妻子利百家的美色 然后会对他不利 所以他害怕的缘故 他用了他老爸的老招 也说这个妻子利百家 是他的妹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直到了他的下一代 雅各跟姨嫂之间 一样兄弟之间 甚至对自己的父母 用取巧谎骗再一次破坏的家庭 之间彼此的关系 他的父母偏爱 他们兄弟戏强 家族里头女性的操控 推卸责任 三角关系 沟通不良 这一切不良的家庭模式 就在这个家族里头反复发生 而且是不自觉的 一代传到下一代 一直到雅各面对面见了神 与神摔跤 瘸了腿 他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以后 才开始有了改变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妨静下来想一想 我们想想看 如今到底有哪一些家庭的问题 深深的在影响你今天的生活 影响你今天的人 而这些问题在你的家族历史当中 是陌生的吗 是偶发的吗 其实你会发现在你整个家族历史当中 很可能这些问题并不陌生 你自己的脾气 你的个性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 是不是深深的受到你上一代的影响 而有可能你又会在你的下一代 看到相同的影子 其实这就是原生家庭 对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磨碎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却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借口 因为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前半生 或许是家庭的产物 但是直到我们长大成熟 我们一切的生命 就是我们自己接手自己建造 我们都还记得 林肯说过的一句名言 他说一个人活到四十岁以后 他就必须为自己的相貌负责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老祖宗都知道 相由新生 对吗 相随新改 就对应的圣经的话说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生 从心发生 换句话说 也许在你小时候 在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似乎是被你的家庭磨碎了 但是极致长大成熟 你已经接手 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灌溉 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学习 你自己接下了磨碎自己生命的棒子 你要对自己的内在 对自己的外在负起 剩下的责任 不能老是把责任推给原生家庭 因为很多心理学 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就是 大家都有借口 这都是我的家庭造成的 然后就忘了 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谈到原生家庭的时候 绝对不是要把责任 丢给原生家庭 而是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们今天建立的家 也真的在磨碎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都得谨慎 但是到最后 我们仍然必须 为自己的生命负上我们当负的责任 我们没有理由 找借口来推诿谢责 但是今天的信息 其实主要的重点 是要跟大家一起 重新来调整 来学习 到底神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 在好多年以前 台湾的远见杂志 用我们国人的价值观 做题目 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什么呢 列出了几个因素 要求所有回答问卷的人 能够勾选出他心目中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是什么因素 让你会觉得最快乐 什么因素 会让你觉得最快乐 整个调查的统计结果出入以后 选择答家庭和谐这个选项的 高达73% 选择自我的理想 得以实现的 这个答案的呢 有18% 然后最后选 不知道不知道 占10% 最后呢 勾选金钱最让他快乐的 竟然只有2% 然后包括名望 高学位 权力的 这些其他选项的 仅占1% 我们稍微扪心质问 你觉得这个选项的结果 跟你所知道的人生周遭 一般人的选择 你觉得一致吗 其实我们在台湾 从小我们的孩子都懂得 考试的时候 答问卷的时候 要选标准答案 但是标准答案 跟实际的人生模式呢 不一定一样 不一定一样 所以尽管在一般人心目中 还是认定 一个家庭的和谐美满 是人生最快乐的因素 在认知上 它的比重真的是名列前茅 算是最高的 可是在一般人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真的愿意付上代价 愿意安排时间 在优先次序的选择当中 他是不是真的 跟自己的选择 跟认知相符合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知道是知道 但是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我们所读的 约书亚记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约书亚记第24章 好吗 旧约圣经 约书亚记第24章 我们要从14节来读到18节 约书亚记24章14到18节 我们看到了 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 请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的侍奉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雅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百姓回答说 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 因耶和华我们的神 曾将我们和我们列主 从埃及地的维奴之家 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 在我们所行的道上 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雅摩利人 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 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约束亚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不但应该要付出时间跟代价 我们要确立我们生命的抉择 跟我们生活的态度 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应地来侍奉神 我们更应该为造物主所 托付给我们的家 给我们的家庭 要确立一个方向 确立一个榜样 特别当我们是为人父母的 我们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家有一个责任 就是这个家要往哪里去 这个家要磨碩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家 我们有充分的选择权跟主导权 我们必须为着呈先跟起后 找到正确的方向 建立正确的榜样 为什么呢 因为做父母的就是孩子 生命的领航员 无论你是在先进的船 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港口 最需要的是那个港口的领港员 领航员 因为他最知道这个水道的深浅 最知道这条水道 大船该怎么走 小船该怎么走 所以领港员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进港要领港员 在陌生的海域 领航员更是重要 无论在空中在海上都是如此 因为一望无垠的空间 很容易让人迷向 除非你知道正确的路径怎么走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孩子的生命在他们摸索探讨的过程当中 做父母的就是他的领航员 我们的确要在这样的事上下功夫 免得有一天我们的儿女迷失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里非常的万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年约书亚向着以色列的百姓 拍着胸脯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 他说至于我和我家 他不是只谈到我 我的家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说至于我和我家 他勇敢的为他自己的家 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男人或女人 我们一旦成了家 许多事情的考量 所做的决定都关系到整个家 不再是你一个人 你是单身爱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所做的决定顶多影响到你 但是也没有那么单纯 有时候你在外面的债务 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老家 对吗 你在外面所经营的人际关系 所遭遇的一切 也的确会有千年 但是至少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还说得过去 但是一旦有了家 就不再是如此 你所做的决定 你的考量 你都要用整个家来做考量 我想问的就是 长久以来 你到底什么是你的家庭 做决定的时候的依规 你的家庭的生命价值 跟生活准则 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呢 作为一个儿女的生命的领航员 我们要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家呢 在圣经的原则当中 其实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家 其实是有任务的 是有责任的 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学习的就是 家应该是我们教导 信仰真理的地方 古时候的人常常说 养不教 父之过 因为上帝把儿女当作产业 赐给了一个家庭 他不但是产业 他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所以要帮助我们的儿女 能够认识敬畏神 学习敬畏神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 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让他知道生命从哪里来 谁塑造了生命 谁赐予生命 谁掌管生命 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们做父母 不可推多的责任 我们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因为这是生命最重要的 基本蓝图跟方向 它是产业 也是责任 儿女交给我们 在我们的手中 老一辈的人常常说 我这样粘子粘子 粘子粘子到这么大 那个粘子就是在魔朔的过程 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 是我们在魔朔他的生命 所以正确的信仰 可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好的信仰 也会建立好的品格 那天跟一个弟兄的父亲 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不是基督徒 他的儿子是很好的基督徒 也愿意到前线去做宣教的服事 但是他谈到 他从小是在庙口长大的 他又是屏东的某一个公庙 道教协会的领袖 但是他就曾经劝告 道教协会的那些高级的领袖 他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庙口 玩大的这些孩子 到最后都变成脚头 都变成黑帮 我们要深刻检讨 他自己有一个很深的认知说 他看着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 跟在庙口长大的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品格差那么多 他说我们要深刻检讨 他不是基督徒 让他自己这么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正确的信仰可以磨碎 正确的人生观 磨碎良好的品格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严重性 就是当一个人生命人格 有破口的时候 他这一生 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 无论他建立什么样的基业 他的人生常常会在某一些关口 就有可能倾倒 有可能毁于一旦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的儿女最宝贵的祝福 就是要帮助他们 使他们因着认识神 因着明白真理 他们有得救的智慧 有生命的智慧 让他们不但能够在今生 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跟目的 而且他们也懂得握住 永生的把握跟应许 有永生的盼望 有永生的应许 只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今天有很多连基督徒的父母 都忽略了这一点 因为忙碌的缘故 因为我们不懂的缘故 因为有心无力的缘故 许多基督徒的父母 跟一般的家长一样 就是把教育的责任跟权柄 交给学校 交给安清班 交给补习班 然后又把宗教教育 品格教育的责任 就丢给了主日学 丢给教会的团契 甚至有时候在课业 跟信仰生活有冲突的时候 做父母的往往选择 是牺牲孩子的信仰生活 然后让孩子优先到补习班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按着神的心意 其实家庭才是我们教导真理 最重要的处所 一旦一个家庭生活里头 失去了信仰的见证 还有信仰的印证 孩子们在教会 在主日学学到的这些属灵的价值观 很快回到家就受到破坏 而且会留下很大的矛盾跟困惑 甚至到最后会选择离弃这个信仰 因为如果教会当中为人父母的 我们回到家 孩子却看在眼里 发现我们是表里不一 你知道对孩子的生命 有多大的冲击吗 这样的危害 甚至比父母个性上的软弱 对孩子的影响更深刻 其次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家应该是实践信仰真理的地方 除了教导跟帮助孩子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方向 家是用来活出信仰真理的地方 一般说来 做基督徒最容易的地方 是在礼拜堂 在我们守主日参加聚会的时候 当基督徒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在那个氛围里头 然后大家有样学样 我们也习惯那样的文化 但是如果单用在教会时候的考量 用在教会里头的表现 来贫量一个基督徒的灵性 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列在优等 问题是回到家里以后 才是考验我们的信仰跟灵性 最直接的地方 因为大部分的人回到家以后 是最放松的 家里是最放松的地方 回到家是最放松的时刻 最能够表现真实自我的地方 假使做父母的我们 我们并不是一个 我们自己信仰真理的实践者 那么我们很容易在家庭里面 我们就成为第一个 绊倒我们儿女的人 而相对的呢 如果父母他是一个表里一致 知行合一的 纵使他刚开始一样跌跌撞撞 常常犯错也不完美 但是孩子会看着父母是玩真的 还是玩假的 会看在眼里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着敬前的父母 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真实活出他们的信仰 孩子不知不觉就潜移默化 耳濡目染底下 也会塑造出孩子的属灵生命 曾经有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年轻人 他生长在一个 知名的玉石专家的家庭里面 年纪慢慢长大了以后 他也有心想要继承副业 希望他的爸爸 能够更多地教导他 关于玉石的知识 他屡屡要求他的爸爸 能够拨控来教导他 训练他 但是这个做爸爸 看着他老是笑一笑 并没有特别为他开课 也没有特别格外的 特别教导他什么 只是做爸爸的常常 随手就拿几块玉石 放在这个小孩子的手中 让他把玩 而且交代他 你要每一天好好的保养 擦拭他 日复一日都是这样子 年轻人有时候心里面 觉得有点嘀咕说 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要认真地教我你的专业知识 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到 关于玉石的专业的知识 难道你不想要让我 可以将来继承一波吗 他心里面觉得 爸爸好像不太看重他 但是有一天爸爸到外地出差了 从外地也来了一个客旅 刚好进到店里面 拿着他的玉石 想要找他的爸爸来做玉石的鉴定 那天爸爸不在 这个做客人的等得有点不耐烦 年轻人就只好硬着头皮 那我大夫出马好了 他就要那个客人 把囊中的玉石一个一个拿出来 这个年轻人 他手一握到这个玉石 很奇怪 他心里立刻有谱 他发现这个囊中有好多块玉呢 其实有好的玉 但是也有很劣质的玉 混中在其间 当他鼓起勇气 告诉这个客旅的时候 哇 这个客人大惊失色 他当场拍桌子 而且还质疑这个年轻人 你到底有没有本事 你的经验跟能力 真的能够验得出来吗 就在僵持不嫁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刚好就回来了 他亲自出马鉴定的结果 竟然跟这个年轻人 所说的一模一样 事后这个做爸爸的 就告诉他的儿子说 孩子啊 你已经出师了 你可以不需要假手遗弃 你就立刻能够分辨 玉石的真假好坏 就是因为我平常交给你 手中的各种玉石 当你在手中把玩 琢磨擦拭的时候 你已经熟悉 越来越熟悉 你对玉石的认识 并不只是在知识上的 而是你的直觉跟本能 已经给了你辨识能力 你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它已经变成你的直觉 跟辨识能力 因为你从小就触摸它 从小就熟悉它 从小就把玩它 我说孩子你知道吗 这才是我对你训练的要点 这个故事我觉得对我们 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在台湾我们都知道 台湾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 老师停留在知识 课本跟考试 而不是放在生活的体验 对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界 很多的学校 都到我们长大了以后 要刻意的安排 一系列的体验教育 重新教导我们一些 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学习 都停留在书本 知识跟考试 而不是生活的体验 因此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 判断 了解 都是什么 都是书面上的 都是客观的知识 我们很少能够用本能跟直觉 去立刻辨识出 对或错 好或坏 我们很会打考卷 但是却很不会生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 我们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第三点 家应该是我们要传承信仰 跟价值的地方 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自己的儿女 从小在家中就认识神 而且学习圣经真理的模式 并不是用刻板的理性知识 而是用生命的浸润 用生活的体现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认识 怎么样倚靠神 怎么样寻求神 怎么样经历神 那么有朝一日 当这些孩子们离开家 出去面对试探 面对诱惑 面对这世界上 是是而非的世俗道理的时候 他们就有本事靠着圣灵 出于本能的去分辨去抵挡 这难道没有比客观的宗教知识 拥有很多的宗教知识 圣经的道理 但是他却无力抵挡世界的潮流 变成这个世界潮流的牺牲者 哪一种要来得更好呢 在旧约圣经生命纪第六章 第四到六节 摩西他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 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而且他要求他们 不单单要将所听到的话 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地教训自己的孩子 教训自己的儿女 而且圣经的描写 更加地生动贴切说 无论坐在家里 行路 躺卧都要谈论 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要戴在头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换句话说 其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在生活的各样情境当中 我们都要用神的话来提醒 并且要实践 其实在历史上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几经亡国之痛 以色列的百姓 在四海之间流离飘荡 而这种苦难 竟然让他们还能够保有 自己的信仰跟文化 一直到上个世纪 他们终于在巴勒斯坦 可以复国 其实这一切 除了是上帝自己的应许 跟上帝的作为以外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他们知道传承信仰 对于延续他们的家族 跟他们的历史 有无可取代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很扎实的宗教教育 他们也有很落实的生活教育 有很严谨的家庭教育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再次的来彼此提醒 起初神设立家庭 是为了让这个家庭 成为一个团队 能够更好 更贴切 更落实的来执行神的旨意 圣经说我要为他 这个他是指的亚当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神说配偶的功用 不是陪伴 也不是花瓶 而是帮助他 帮助亚当去管理 去管理这地上一切被造之物 帮助他去履行 修理跟看守的责任 也帮助他去拣选神的命定 承受神要给他的人生 享受神所赐的丰富 只是因为人的堕落 人的失败 就破坏了上帝起初的安排 不但自己失落了命定 也造成了最亲密的关系之间 许多的问题 所以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到最后变成只剩下欲求的满足 然后有很多的指责 很多的控告 失去了起初上帝建立家庭 创造家庭所定归的一个美好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创世纪亚当夏娃的失败 我们就不得不说 一切错都要怪第一家庭的错 对吗 亚当夏娃这个第一个家庭就失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世界的光景也是如此 对吗 如果是使世界的人因着被世俗磨碎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出路 什么是对的 那他们所带出来的家庭氛围 如果是那样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学过了 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就不应该随着这世界的风气 我们自己迷失了生活的方向跟目的 我们就应该认真地让神 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基督的救赎当中 我们得着一个恢复的机会 上帝为我们的人生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婚姻 其实是有美好的蓝图的 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末后的世代 家庭崩解的危机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再次振作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退守到最后的防线了 这个社会的根基一点一点的败落 如今连家庭的根基都有可能被拆毁 所以我们真的要起来奋战 我们要起来搞清楚 我们要守住这最后的 最重要的这一道防线 而我们就必须在家庭的建造当中 付代价更多的来学习 很多的东西真的要学习 很多的东西不但要学习 还得操练 才有可能落实 而这就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家庭主日当中 期待一点一滴的跟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学习 我们如何更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更如何看见问题 我们也要知道如何来因应问题 我们真的是期待在这末后的世代 我们珍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庭的防线不但守得住 我们也经历医治跟恢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慢慢的会失去盼望 当他们发现所有的根基都不再可靠的时候 他们会对照出 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不一样 为什么每一个人对婚姻对家庭的许多的期待 在现实的一般的生活当中都看不到 可是他们却可以从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看到 也许不是全部却也看到了影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还有很大的改变跟成长的空间 但是我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就是 如果愿意 神已经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教导我们 也给我们预留了许多美好的准则跟蓝图 需要的就是我们更多的用心来学习 我们当中无论是几代 我觉得只要开始就不会太晚 因为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我们是必须在这个时候认真看待这个问题了 我们一起祷告 其实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就站在上一个世代跟下一个世代的中间 我们承接了许多美好的祝福跟产业 但也有可能承接了许许多多错误的价值观跟伤害 主 但是你却要让我们的心里明白过来 当你自己光照我们 当你的真理成名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有检查的 基准的 我们是可以有对照的 基准的 主 还愿你自己的道如同一面镜子 匆匆足足的就显出我们真实的景况 主 还愿你自己的话语就如同一面镜子 也能够看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偏差 跟我们的错误 主 但是我们更向你求一个恩典 就是愿你给我们力量 愿你亲自引导我们走上对的道路 主 让我们真实能够从我们开始 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挤到这个世界的框架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那一条路是你为我们打开的路 主 纵使看起来是一条窄路 但是却最值得走 因为这一条路影向永恒 我们要求你来保守我们 正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 主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 设立一个停损点 无论过去我们称不称职 我们做得好不好 但是求你给我们 有机会设立那个停损点 让我们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需要改变 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改变 请你来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自己的家 让我们自己的婚姻 让我们自己跟儿女 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 就在这些年间 让我们看到医治 让我们看到恢复 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应许的祝福 如何真实的 就在我们的家庭跟婚姻当中 能够让我们体会 谢谢你 我相信这是你的心意 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说 主啊 我们愿意请你帮助我们 愿你的恢复 愿你的医治 愿你的全能 就带领我们去经历这一切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一起领受 主说爱的弟兄姊妹 我愿主赐福于你 保护你 我愿主用他面上的荣光 照耀你 赐恩于你 我愿主眷顾你 赐你平安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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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